欢迎继续收看焦点 我们来关注德国政局的发展 过去一个多月 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跟其他的政党谈判 筹组联合政府 可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政党想跟他一起执政 情况严重到德国总统必须亲自出马 要求各党敞开胸怀以大局为重 默克尔原本威望很高 为什么会陷入这么一个困局 上个星期德国总统施坦因迈尔召见了总理默克尔 以及在野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领导人 促请他们重新讨论组建联合政府 这是因为默克尔之前跟两个小党谈判了一个多月 却以失败告终 联邦选举结束已经两个月 而默克尔至今还是找不到愿意跟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政府的政党 由默克尔的基民盟和第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组建 可是今年9月举行的联邦选举 社民党的得票率创下二战之后的新低 相反的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迅速窜起 成为第三大党 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原本表示 不想同默克尔组建新理界政府 如果社民党参与组阁 那么德国选择党将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反对党 这对德国和整个欧洲都是不利的 所以社民党觉得与其大党之间内耗 让选择党鱼翁得利 不如自己来当反对党 这样能够限制选择党在德国联邦议会中的势力 社民党希望通过这次德国政坛大变革的时期 重塑自我 与其活在联盟党和默克尔的阴影之下 贪恋权力 不如踏踏实实从反对党做起 着眼下节大选 蒙求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过上个周末 他改口表示 愿意重新跟默克尔探讨 组成大联盟政府 我们会遇到一些压力 避免选择选 避免选择选择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一个这样的政策 会形成成这样的政策 所以我们愿意 谈谈与民主党的选择 基民盟虽然还是执政党 但民意支持度 跟2013年的选举相比 得票率跌幅超过8% 只有三成 这是默克尔领导基民盟 12年来成绩最差的一次 主要原因是 他的难民政策不受欢迎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潮 默克尔不顾 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 坚持开放边境 收留来自叙利亚 等中东国家的难民 人道主义的举措 让他成为那一年 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但是难民潮的雪球 越滚越大 上百万难民的涌入 使到欧洲国家的边境吃紧 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民众 也掀起一股反移民浪潮 舆论质疑 默克尔没有处理好难民危机 而他自己后来也答应收紧边境 默克尔的政治难题也牵动欧洲 德国和法国向来是欧元区的重要支柱 法国总统马克龙跟默克尔理念相近 马克龙准备推行欧元区改革计划 包括建立统一预算 增设共同财政部长一职 以及独立议会 这些计划都需要默克尔的配合 所以默克尔是否能继续坐稳 德国总理的大位 对马克龙乃至整个欧盟和欧元区 接下来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 德国和法国成为了拉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向前发展的两架马车 被称为默克龙组合 这对组合离谁也离不开谁 在难民政策上 德国需要法国的支持 在欧元区改革 设立欧元区财长等问题上 法国需要德国的积极回应 如果这次马克龙失去了一个 失去了默克尔 或者失去了一个拥有强大行动力的德国政府 单靠法国这一匹马 是不能够拉动欧盟改革这辆车的 那么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许会暂时受挫 默克尔1998年出任基民盟艺书长 2005年当选德国总理 一共连任四届 学者认为过去12年 他在党内累积了一定威望 这次僵局不一定意味着 他的时代已经开始落幕 指出默克尔在组建联合政府上栽了跟头 其实也为民粹主义席卷全球政局敲响了警钟 德国由于它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 被誉为在民粹主义崛起下仅剩的一盏明灯 但是这一次在右翼思潮的风起云涌的国际大背景下 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 中东欧半威权主义崛起 南欧地方分裂主义猖獗的这种情况下 即使是坚入盘石的德国侦探也不能幸免 说明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 民主和民粹只是一念之长 默克尔今天同社民党谈判 结果如何备受关注 两党在不少议题上还存在分歧 而且之后还要交由社民党全体党员 来决定是否参与执政 因此学者预测 德国心理界政府在今年内成立的几率应该不高 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到焦点面部观赏我们制作的网络视频 如果您想重温节目 请到发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我是蔡盈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